欢迎收听全民安后旅秋远时间 欢迎收听酒吧新闻台每周晚上8点播出的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今天是新年107年1月5号的第一次的我们的广播 那么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通灵少女 少女不要再叫少女了中古少女 中古少女那么今天请她来 我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她最近的近况 其实这个约翘定是我们两个人 先前跟出版社我们一起去吃火锅的时候 然后我发现她有非常强大的power 这个power呢就是我们讲说她有非常大的力量 这个力量是我在之前没有感受到的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来在新年的时候跟大家谈一谈她的力量在哪里 我先请教你最近在干嘛 我最近哦 你出书以后最近在干嘛 其实我出书 那个最后一本新书出已经是一年多了 我这两年来其实都在忙立新基金会的事情 立新基金会 对我在新北有就是做一个叫做物资中心 比较简单一点概念来讲就是食物银行 就是民众捐你需要家里面的产品油盐酱茶 或是厂商也会捐 然后捐来之后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是你捐进来总是要有人整理嘛 然后要有人上嫁 那我们可以提供受报妇女还有受信心的孩子在我们那边工作 等于一个准备性职场 然后另外一部分呢 我们就是给所有的社福团体不止立新 还包含你听得到的社福团体呢 我们提供这些奶粉啊尿布啊供这些弱势家庭使用 是所以基本上这个部分会占去你大部分的时间 真的 那你下班以后在干嘛 下班以后就是因为我去这边工作是我大学同学找我去的嘛 所以我就会用我仅存的力量打电话骂我的同学 为什么要骂你同学 没有啦就是从前面大概前面一年比较惨烈一点啦 就是整天都在搬垃圾收垃圾 然后整理东西这样比较惨烈 那去年开始就好转了 就是人员比较稳定的 然后比较知道在自己在就是比较 物资进来也比较稳定出去也比较稳定 比较没有像之前一样 我自己都要下海下去搬这样子 下海下去现在你们中心几个人 我们中心正式的编制员额有连同我的话是四个人 四个人 对 那那么多的物资 大部分捐的物资是捐什么 其实什么东西都有耶 那 尿布 对尿布奶粉其实是最最长 因为我们平常一个月会服务七百个人次 七百个 很多耶 对蛮多的 所以我最担心的就是每天上班的时候一进去 他们就跟我说说北亚 尿布没有了 M的尿布没有了 然后我就会说 还要分不同的size 有耶 要耶 然后我就会说好 我说我会想办法 那搞得好像我 人家不知道还有我剩几个小孩耶 整天都在招肿外流宝 七百个小孩啊 所以 等于说 这些物资大部分都是 可保存还是不可保存的 其实我们有两种来源 第一个当然我们也会找厂商 厂商会有一些机器品 就是有效期限三分之以下的 他既然不能贩售 我们就欢迎他捐给我们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民众的爱心 我们就是呼吁说 其实你去大卖场买东西的时候 你就多买一份给弱势家庭嘛 对 那我们再帮你转转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部分有可能 你家里真的东西多 譬如说过年的 是不是 衣服那么多干什么 锅碗瓢盆 想不要换新的 想要丢掉又觉得有罪恶感 然后又很想买新的 那怎么样呢 你就把这些 旧的经过 但是你要好的啦 你不要丢垃圾给我 你丢垃圾给我 我会写脸书 我会生气 对 我没看过你写脸书写这个啦 我曾经因为有人丢很多垃圾来 然后我就生气写脸书 然后记者就来了 因为他就捐那些发霉的啊 坏掉的啊 那食品接不接受 你既然是食物银行 有接受 但是 但是拜托拜托 未开封 然后有效期限 至少要三个月以上 对 我曾经收过那个当天就过期的 那有面包啊 什么之类的 旧人哦 对啊 我还遇过那种 已经那个 就是一个塑胶袋里面 全部都是洗饼的那种碎碎的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吃过 还有吃过一半的太阳饼 怎么可以这样 我也不知道啊 他捐出来干嘛 可是既然他有心捐 他为什么要去 找一些已经捐 就是已经吃过的东西 有些 我其实说真的 我也不是很理解 但那是很极端的个案啊 就是跟你讲说 都没有东西吃了 你还挑哦 这样子 我想说 这什么心态啊 可是弱势也是人啊 对啊 弱势也是人啊 有基本尊严 你拿吃一半的东西 给人家吃像话 对啊 就比如说你捐过来 我们物资中心 那我们物资中心 至少你要有时间 让我们登记整理 然后我们一个月 让弱势家庭申请一次嘛 对 那冲到人家手上 是不是你要 阿索比 大概两三个礼拜的时间 然后人家拿到了 你总是要让人家 还多留一两个月可以吃吧 对 对不对 所以你捐 保存期限三个月 那刚好而已啊 也不过分嘛 对啊 不要这样啊 那可是 他们捐目前 以你们收的最大宗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收最大宗的 其实是衣服 衣服 对 食物银行 怎么又突然出现衣服 没有 其实我们什么都收啊 所以说 什么锅碗 瓢本 其实如果是 我们有二手的衣服 玩具 对 或者是所谓的 食物 是 没有开封的 对 有效期间内的 对 我们可能去大卖厂 多买一份 要捐给弱势家庭的 对 这都可以送过来 都可以都可以 但是基本上 送过来的话 就是对 机构来说 其实我们现在最多的东西 还是那种 没有保存期限的衣服 跟玩具 目前是这样 衣服很多 对 可是就你这样子 这一年多以来 出这一年多以来 你觉得 目前机构里面 最缺乏的是什么 现金 我知道 不是 你这样想嘛 每个人都缺现金 不是这样说 他不是这样说 因为你知道 我说物资 物资 没有 让我先细细数来 你看我要付房租 然后社工 我们又不是喝入水的 我们虽然薪水 一个月两万八 我还是得筹到这薪水 然后还有水电费 还有雇佣受报付 你要付薪水给他们 那你们是 你们是整个单位 是被绩效制的 是独立出来的吗 它不是有 我们是要收支平衡 对 就是说你们这个部门 要收支平衡 对 没错 所以你要自筹经费 对 没错 所以说 捐钱以外 定期定额嘛 反正钱 好啦 钱一定缺啦 这个等于再来讲 我说物资 物资的部分 通常最缺的是奶粉跟尿布 奶粉跟尿布 因为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啦 大人再怎么饿都有办法 但是不要苦到小孩子 对 小孩子是无辜的 对 所以大人再怎么样 你在台湾啊 你再怎么饿 你都可以去什么平安站啊 去哪里领便当都还可以 但是小孩子 你那个奶粉也不能乱喝嘛 对 对啊 所以我就是觉得 就是我希望努力 达到奶粉跟尿布 是稳定的提供 目前稳定吗 目前就是很紧张的时候 我就有一些朋友啊 就是包含你啊 我就会打电话给你啊 我知道 对啊 就是伎俩相来啊 我今天有收到你那个 等一下 你是每个人都发是不是 没有啦 我看人的 我看准你一定会买个二三十组 二三十组 然后再捐给洛事家庭 这样 如果是这样就是更好了 你如果敢不捐 没关系 你就贴脸 你又贴脸 我知道 捐 好 公开承诺 捐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说这些东西 其实它是有 就是说如果就有保存期限的东西来讲 是 基本上来说 你们大部分 民众都不知道这个讯息 他到底要怎么知道 就是你看嘛 比如说家里面 我可能有一些东西 是是是 其实还在保存期间内 但我不知道要捐给你们几个啊 那这个部分 其实他要怎么去知道这方面的事 这怪你啊 你那么晚 你那么晚才找我来上广播讲这个啊 咦 这个大家都喜欢听奇怪的事情 又不喜欢听这个 哎 我跟他 真的啊 不要说有形界无形界 我们身边有形界需要帮助的人都这么多了 你不用担心那无形界的有没有饭吃 要不要普渡 我们好好普渡我们这个有形的人 比较重要 对啦 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聊 我现在先来推广你的这个业务 这个业务太重要了 真的 所以呢 基本上如果民众要想要 比如说因为现在年中 尤其现在年中了 嗯 很多民众这么 是 就是说其实很多的我们讲说 不管是弱势家庭或什么 他们需要一些物资的 是 那我们想捐 是 要怎么捐 或者要怎么去 我们的基金会的那个地点在 呃新北市三重 重新入三段99号 在捷运菜寮站这边 那就请您邮寄 或者是轻送到我们基金会 因为我没有钱 去 去债 或者是去 去付你这个油资 对 除非你如果是 大家讲好 譬如整个公司 整个社区 讲好 跟我们约时间的话 量多我们可以再讨论 那如果企业要合作呢 比如说有些企业 是 只要大批也是一样的 是是对 那我们都可以 对我们可以讨论 这样子 所以尿布跟 目前是尿布跟奶粉 对 那其他的呢 你们不定时会做年菜吗 我记得以前你还跟我募捐过月饼吗 对啊 就是说月饼 对啊 从你身上能怎么捞就怎么捞 对 能捞就捞 对对 能拿就拿 大当然啦 我就知道 帮你消业障 所以呢 什么消业障 所以基本上 这叫做 我跟你讲 人哦 不要用消业障的观点去看 是 要用说我们尽一份心力 因为社会好 人才会好 诶 你常讲这种话吗 真的啦 那我喝口水 我不太习惯 你什么心态啊 你要我把你在火锅店里面的恶邪恶状 爆出来吗 不要这样 我等一下再跟你讨论下一次 好 所以呢 基本上这个东西就是变成 你在考虑 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是希望说 民众以捐物资为主 还是捐钱 其实是这样子的啦 就是我个人 我想要做这个东西 其实以前也有 那个企业主跟我说 就是跟我说 诶 你这一年物资多少 那你来我的那个购物网 你买了我来 我全捐 全捐 那我感谢他 我说 我说谢谢你这么发行 因为这是上百万的东西 那我说谢谢你 但是我的idea不是这样 我希望理念不是说你全包了 我说你捐了这几百万 我说你可不可以拿来做妇女就业 等于是让我们来辅导这里 这些妇女可以回去职场 因为其实让他们就业才是根本 对 那物资这些钱 我是希望一个idea就是说 一方面呼吁我们台湾民众 大家可以习物 爱物习物 不要过分的铺张浪费 第二个是您在消费的时候 可以多为弱势想一份 对 多为他们想一步 就是说 以一个这个分享的心情 我常在想 如果我们这是新北物资中心 如果我们各县市 甚至各区都有类似这样子的点的时候 你就不用再担心台湾还有人挨二手动 所以目前你们的服务对象 主要都是新北 说是这样说 但是其实难道台南 或是一些山区原住民花莲 他们向我们申请的话 我们都是原则上来者不拒 我们都是尽量帮忙募集这样子 对 但是那个物资如果一旦扩集到全国 可能就会很紧了 我们就尽量募啊 我们就是尽我们的权利 OK 所以目前来讲 你过去这两年来 主要的工作都是在建立这个 目前已经有初步的规模了 目前对将近两年 我们到三月中的时候 有没有收支平衡 你一定会告诉我没有 差你这一笔捐款就收支平衡了 所以基本上来讲 目前就是产弹经营 但小有成就 其实社福团体真的 社福团体对我们来说啦 弱势就是我们的财富 苦难就是我们的恩典 你好会讲 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 我们能做多少算多少 我救不了所有的人 我帮不了所有的人 但是我们能做多少就算多少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来跟索菲亚聊一聊 其他的议题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每周晚上八点播出的 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索菲亚 那么 她过去曾经上我们节目 那之后我们两个越来越熟 然后我发现她的那个 非理性的那一面以后 我就觉得一定要再邀请她来 跟我们聊聊天 尤其是新年今年是第一集 刚我们聊到了 她这两年来在苦心经营的 就是食物银行的概念的这样的一个体制 那么目前也是有一点成就 但是还是需要大家支持 尤其是过年快到了 就是台湾的新年快到了 那真的可能需要更多的协助 那她刚好发年菜传单给我 你要不要贴在脸书上我帮你那个 我帮你转贴 好啊好啊 对不对 让大家来买 对啊对啊 鼓励一下我们弱势家庭 好所以呢 我接下来请教你的就是 那请问你哦 所以你说你的服务范围 不只有新北市 对对 全国都有 应该是说就是社福团体啊 你就是有在经营的社福团体的话 有需要物资的话 是可以跟我们点击的 那如果我是弱势家庭我要怎么没联络 我现在需要一些基本的紧急救援的物资 所以比方说你看我们一天 我们一个月服务七百人次 我们不可能跑七百个家庭 然后去看你家是不是真的有需要 所以谁可以去确定 因为大家捐过来给立新 也是相信我们立新 我们会好好守护他的物资 不是说随便乱发在路边发 随便人来店里就说 这个我要我要拿走 当然是不可以 我们不能辜负民众所托 所以关于谁可以申请物资 我们是请社工把关 因为这些弱势家庭通常配有社工服务 不管他可能是经济上的 做儿童的 我们有不同的社福机构 不管是公部门或私部门的社工 来做一个关怀 那只要是社工有家房 确定他的需要的话 他就可以填这个物资申请单 就是一个新政协讯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是弱势家庭 我要先打电话给社会局吗 社福中心也可以 社服中心社会局 或是有关怀你的一些单位 比如说比方说我举例 随便讲的机构啦 比如说西区担心 对家庭服务中心 这些都可以 对什么爱盲协会啊 反正任何一个社工机构 只要他有转介 转介的时候你会跟他们联系 对我们请社工帮我们填一个单子 就是填说他需要什么 那每个月每个月都由社工认证 因为我们要确定这些物资是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 嗯 对 那还有一种状况就是 比方说现在天气这么冷 我们就遇到一个case 就是一对拇指 然后穿的很单薄 然后要来申请 申请物资 我们就赶紧先 当然就是先让他挑外套 等下说我不能直接去你们中心 呃 建议真的是不要 因为我们必须要 您来了 我们也是要打电话联络你的社工 或是相关单位 如果我根本不知道找社工 很多人是不知道找社工 是是是 那我直接跑去 你们就会帮我安排社工 呃 我们也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也只是一个财团法人的 呃 一个小小的机构而已 您可以打譬如说1999啊 113啊 类似这种 反正先打电话联络有一个对口的社工 对对 社工单位 对 不管是我们机构 是是 或是正式的政府单位 或是私人的 私人的也可以 比如原住民有原住民服务中心 对 他们也配有社工 反正他们这些社工 对 会帮我们跟你联系 对 然后联系了以后 对 你就会跟我们联系 前往过去领取物资 对 大概是这样 或者是我们邮寄给您 然后但是您要自己付那个邮资就是了 OK 相对来讲是还好 邮资相对这些东西 对 那可以救援多久 就社工评估啊 如果社工觉得你有需要 他只要继续填单 我们就给 甚至于如果是紧急状况 我就说我们遇到那个case 那个 外套 对 我们先赶快给他外套 问他需要什么 米啊 罐头啊 面条啊 电锅 我们需要除去 电锅 对啊 你都提供他电锅 我们很需要那种 不是电子锅煮饭而已 是那种可以蒸的那种电锅 我们不要帮厂商打品牌 但是就是你知道 就是大傻 我知道就是那个电锅 我了解 因为他们有时候出来的时候 有时候连证件都没有戴 然后那个是更扯 连外套都没有 我说 被赶出来 对 他说 因为他爸爸说 你们身上这些衣服都是我买的 通通脱下 夸张 对 就是有这种 然后就把他们推出去 所以 我们赶紧给他这些东西 这样子 像这种紧急物资申请的话 那个时候 也是他们直接来 但是社工就打一通电话给我们 告诉我们说 确实这个家庭有这个需要 我们就会马上处理 OK 所以基本上 他们打电话来跟你讲马上处理 他们就你的物资 那接下来评估还是有社工 有社工 因为拜托 希望各位社会大众体谅 我们有责任要守护这些物资 不是随随便便 你知道有时候 就像法律一样 有些人会去钻那个 但是还是去找法律辅助 就类似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是希望大家捐来的 因为大家景气不好 但也不是说很有 就是大家都很有钱 大家都是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分享 我们知道这份心意 我们一定要顾好这些物资 应该是说让最需要的人优先啦 对对 如果这些人 当然如果这些人都没问题了 对 那我们当然就还好 可是如果这些人都还没喂饱的时候 你说有一些没有那么需要 自己可以赚的 也跑来申请 没有经过评估 你们也很难去确认 对啊 而且我们这些物资也不是无底洞啊 就是也是 也是要很努力去募的 对 就是真的需要帮助人太多 对啊 所以那 基本上你刚刚有提到一个 替受暴妇女或者说是这些妇女们去安排工作 是 那个会怎么安排 呃我们首先的话我们这边是 就要物资中心本身就是一个准备性职场 对 因为我们就是协助他 呃先适应社会 因为他们可能很长一段时间 你知道家暴你最清楚了 不只是肢体的家暴 他会长期的言语的 精神的 对他会自尊很低 因为他可能被讲十几年 就是你没努力用的杂货啊 废物啊 真的 对对对 你如果就顾不好了 你又想要出去 大姐头的 问手 等一下 哦大姐头都疯犯出来了 开始了开始了 讲到个案就开始了 机身上来了 对啊 然后呢 类似这样 所以他你要他出去工作 真的在这个心情调试上有困难 然后第二个 就是他可能已经脱离职场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他也没有信心再回来 然后甚至于就是说 他可能身上有伤 你看像我们之前辅导过 他是被家暴几乎失明 他之前是很优秀的会计师 可恶 可是他现在没办法看电脑 那怎么办 他只能先来我们这边 暂时先工作 怎样都有一个收入 还有呢 有些可能在打官司 烂数 烂数 又不是我 哦我指错 烂数 我都被人家烂数好不好 那他可能时不时就要开庭 你觉得外面的工作可以容许他 哎对不起哦 老板我明天要请假要开庭 一个离婚 一个家暴 一个什么 反正加起来五六个诉讼 同时开一个礼拜 可能要开两次庭 就完蛋了 对啊就保了 然后还有监护权 对 那有些是还要带孩子 我们就曾经也让孩子 就是让父女带着孩子来上班 因为你看他一个月薪水 可能赚多少钱 两万多块 拖育顾小孩 你们机构只有四个人 你到底哪里生那么多职缺出来 没有啊 不是 我们四个专职是像我这样子 那兼职呢 兼职是两个 所以你只有两个缺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这些父女 我们是另外 另外让他来这边上班 可是你说他是工作人力吗 我不会这样说 我觉得是我们在服务他们 因为他们可能上班到一半就坐在那边哭了 训练 对 因为这需要辅导 需要训练 使用email啊 应对进退啊 然后还要陪伴他心情的支持 因为他可能想小孩坐在那边就哭了 想到自己的遭遇 结果悲从中来就哭了 好 啊过来 那其他的 如果你们那个为那 可是你们还是要给钱啊 当然啊 我们就 你们要给薪水啊 所以你要捐钱啊 好啦好啦 你要捐钱给我 我才可以付他薪水啊 好啦好啦 捐啦 捐 这个小事 我们现在先让民众 大家一起捐嘛 是 我要捐大家一起捐嘛 现在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问题在这里 如果这些 这些 就是受报妇女 他们 除了我们机构的工作之外 其他的工作呢 有的有的 我们还有 像立新还有一个叫妇女就业组 就是专门陪同这些妇女 包含说教他们总写履历 然后帮他们找一些爱心企业 就是这些企业组呢 是比较可以同理理解 这些妇女的状态 然后 而且他们很多 也是中年才再度就业 然后 陪同他去应征 然后有时候他们需要是 一些陪伴跟打气 那每个妇女要服务的时间不一定 有一些可能你 你打他几通电话 他身心稳定 OK 他就 我们就结案了 可能有些可能要陪伴到两年之久 因为他可能去 然后可能 因为小孩怎样 然后就离职 然后可能又去 然后那个工作要拿重物 或什么之类 可能 没办法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对 所以就是要一些时间的重建 OK 所以基本上 这些你们也会做服务 可是这样的服务量 像你们一个月大概几件 我们一个月不一定 你知道 像过完年之后 就是打老婆的高峰期 对 真的假的 以你过去这两年经验 越长的假期 不用我们这两年 是社工always的 对 就是说 越长的假期 就是案件会越多 因为平常大家各忙 各的上班的上班 结果过年的时候 在家里 越看你越堵烂 广播不可以讲 不能讲那个 越看你越不开心 对 不开心 对 不想跟你讲话 不想跟你讲话 一讲话的时候 然后又重吵起来 就吵了 然后又脾气起来 就打 对 那所以这种情况 帮他们 就是说 这种情况等于说 是在过年 前后越来越多的时候 其实 相配的企业 要怎么跟你们联系 比如说 如果我想要提供 这方面职缺 要怎么跟你联系 职缺吗 你可以直接打来 我们联系基金会 就可以了 是 那大部分你们安排的职缺 都是怎么样的职缺 其实主要都还是看 我们手上有什么 然后 然后再 再配合 妇女的状况 对 看有些妇女 譬如说她有会计的特长 她之前就做过会计 我们就帮她找这方面的 记账啊 那方面的东西 对 那如果说是 像是其他的 比如说 是不是都是比较 需要劳力性的工作 老实说 这就是很困难的地方 有时候就是很困难的地方 因为他们有些 可能一方面年纪大 二方面又家暴受伤过 所以他们有时候 又很难附和那种 高 高 高劳力的 那有时候他们小孩还小 还要接送小孩 对 对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蛮困难的 所以 但是我们之前有服务一些 呃 比较成功的 他可能去做居家服务员 嗯 打扫的 对 因为这样子的话 他可以比较弹性的 那个应用的时间 安排时间嘛 对对对 然后一次三个小时 可能多少钱这样 对对 然后我们也有去做 类似保全 就是行政人员的那种 这个蛮重要的 对 这个蛮重要的 就是说如果他可以去做 像是居家服务员 是 或者是类似看护 对对 这样 因为这也可以帮助 另外一种弱势家庭 嗯 其实家里面有 其实我最近在看那个新闻 是 什么酒病 误床 然后受不了 把爸爸或把儿子杀掉 对打死的那个 那个 那个说真的 你会觉得 这压力好大 一定需要有人来分担 来说来听 真的 不然的话过不下去 所以我觉得 基本上如果 你们呃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也想趁机 这个机会呼吁 就是如果有听众朋友 他们本身来讲 有这样的一个职缺的话 有需求 其实也可以跟你们联系 没错 因为可以提供他们一些机会 是 是 所以基本上来说 这个部分也是你们可以做的 那我待会就想跟你再继续聊一下 青少年的问题 好啊 我要激发你的野性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那么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来跟索菲亚聊 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 旅秋远 时间节目现场 我是旅秋远 那我们继续来访问我们索菲亚 那么 呃 我们刚刚在 其实在 呃 就是广告当中 我在跟她聊 神跟人之间的那个一些议题 待会有时间我们再聊 我想要先激发她的野性 嗯 上次哦 跟她在火锅店吃饭的时候 然后就聊到青少年 谈到她非常特殊在 在万华在 你说到哪里 新北 嗯 三令堡 三重 对 在辅导青少年的时候 是 你觉得现在哦 嗯 呃 如果说我们讲 当然 弱势家庭这个议题很重要 是 但是以你就辅导青少年的经验 是 你觉得目前的 就你辅导个案里面 你觉得目前的 以北部 我们讲台北市 新北市 是 的青少年 你在辅导的实际过程当中 问题 你觉得比较大的在哪里 呃 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 对年轻人 尤其是青少年 非常的残忍 残忍 尤其是不会念书的青少年 非常的残忍 我这个我同意 嗯 每个都叫人家念书 哦 我就不会念书啊 对啊 他 就是有些 你就 你就 你必须要看到 有些人真的 不知是他不喜欢 还是他真的不能够 对 他没有办法 对 他看到字就头痛 对 就像 就像我 你看叫我去修电灯 我也头痛 那你叫我硬要去学 什么电机 我可能会死掉 对啊 你叫我看这个法条 我也会 不会啦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嗯 这些人 真的是 因为被家长逼到 是 去走那一条 比较不好的路吗 其实不只啊 因为在学校 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用成绩来决定 对 然后来 来衡量你 然后孩子在这个时期 又很爱比较 我不喜欢上学 又很会比较 我上学就有挫折 对 反正我都考最后一名 对 反正大家都看不起我 而且青少年在一个 很奇怪的时期就是 他要当大人 嗯 所以他很多 你问他感觉什么 你想 你自己想要什么 你自己是什么状态 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嗯 不管是身体或心理 对 他其实在一个很巨大变动的时候 12 3 4 5 6岁的时候 对 team age的时候 他其实自己变动的也很快 他也搞不清楚 他到底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这么容易生气 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看不顺眼 对 他们最常讲 你为什么要打他 对 为什么围殴他 对 不爽 哦 我说啊那 他做了什么事让你不爽 就不爽 不爽 看他不顺眼 对 啊你为了这样子打一打 然后 有比较爽吗 对啊 然后你就被关户所 他就 不讲话 对啊 啊你这样 对啊 啊你这样子要进那个港话院 你这样子比较爽吗 就是给你这个死样子 对啊 那 他又不像小孩子那么可爱 就是说 做错事了哭了哭 你觉得 好啊好啊 没关系没关系 对 啊青少年就是这样 嘴巴死不认错 对 对 又不愿意悔改 也不会讲好听话 嗯 他其实爱你 他也讲的话 有时候是反话 差不多是这样 对啊 对啊 所以我记得 我以前带过一个棒球队的小孩 真的快被他气死 我曾经把他掐着脖子 推在那个墙壁上 你怎么可以使用暴力 没有因为真的太生气 我跟他讲说 因为他就是团体当中 就一直捣蛋 一直捣乱 然后不管是肢体上的 然后破坏团体啊 然后等等 然后我一个人要带这么多小孩 我真的是很累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就把他推到那个墙上 我跟你说 我跟他说 你再捣蛋的话 拖到厕所里面 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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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你这样子 反正 somehow 那时候就是觉得太生气了 可是 那你有去了解原因吗 他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这就是一样啊 我一个人要对付很多小孩的时候 当我没有那个心力 我很累 我很烦的时候 我根本没有力气管理 我只是就觉得你 干嘛要破坏 你为什么就不能听话 别人都很乖乖听话 你为什么就不能听话 对 可是我刻外隔天之后 因为是团体嘛 所以我一样照顾这些青少年 然后晚上的时候 我一样就帮他按摩 然后后来就发现 就是 他搞导弹的次数就没有那么多 为什么 因为你帮他按摩 每天帮他按摩 可是我们也没讲话 然后就是这样按 然后我有时候会碎碎念他 那是一种爱对不对 他感受到一种爱 可能吧 就是一个陪伴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青少年最需要的是陪伴 然后somehow 那时候我们是去打那个世界少棒赛 那大概13岁 然后我记得他有一天 就是 呃 我那天生日 然后所有的小孩子都跟我讲说 姐姐我要打一支拳链打 给你生日快乐 然后我要干嘛 就是大家都嘴巴很甜 这样 他说什么 他什么都没说 结果就打一支拳链打 我也不care 可是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 然后他就打了一支三分炮 哦 然后他 那我要过去 去上去球场拿球棒 然后他要 打完全打 要回来的时候 都已经错 没有 他也没跟我击赏 他就错生而过 在我错生而过的那一刹 生日快乐 小小声音一句 给你生日快乐 然后就跑掉了 害羞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 这些青少年 他有些他不会表达 他其实是 想表达或什么 可是他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会做这些事情 那你觉得有没有 你辅导过歌里面 有没有 本性 就是很坏 你怎么陪伴 怎么爱都没有用的 有没有这种 还是你认为 其实都 只要有陪伴 有爱 我真的是觉得 只要有陪伴 有爱 就有机会 我听到这就很感动 这就很重要 因为他们有些 他们的坏 还有他们的 就是那种一副很tough 很坚强的样子 其实是 都是要来伪装他们的恐惧 因为怕 要伪装他们的恐惧 对 那你要跟他很长时间的相处 他相当的信任的时候 他才愿意告诉你 他另外那一面 即便他只是讲一句 我会怕 你都会觉得 还有救 对 可是青少年工作就是很困难的地方就在于说 政府单位或者是一些民间 他没有办法 他还要跟你说 我要半年看到绩效 一年看到绩效 就看那个什么KPI 对 大家都讲CP值 可是人怎么可能 没有办法量化 很难啊 而且至少你要给他一段时间 你才可以看得到他改变 你陪伴一定是一年两年三年 对 就像有些他可能陪伴个一个月 半个月就走发 让孩子觉得我又被你抛弃了 没错 有时候那个这种 他们叫做那个射出爱心的箭 对 就是你们都说你们要来帮助我 就我帮助个半个小时 你帮助个半个月 一个月可能满足你的履历 你就走了 对 你走了 大家都为了履历而已啊 所以你就想 你不是为了我 对 你以这个孩子来想的话 以后再有人说我愿意帮助你 你觉得他是怎么想的 我不会信 对啊 因为我觉得你们就陪我一个月 两个月你就走了 没错 然后你们就说来做暑期辅导 然后暑期辅导 我就要跟大姐姐说拜拜 然后你们就走了 走了之后 我又一个人了 然后我跟你建立起了信赖关系 又没了 我觉得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啊 但是问题是 你如果把这个东西撇开来 交给你们社工去做的时候 他又说我要KPI 没错 你告诉我 你到底把这个小孩子救到什么程度 没错 量化给我看 我怎么量化 我没有办法量化 这个孩子逐渐变好中 对 他是需要长期的追踪 没错 对啊 所以其实你在台北市跟新北市 做这一段青少年的过程当中 你最挫折的是KPI吗 我最挫折的哦 应该挫折是家庭 家庭跟社会的冷漠吧 冷漠 你说这些青少年家庭的冷漠 对 还有我们社会对青少年这一块的冷漠 就是大家就一副 不会念书 不会念书不会去工作哦 嗯 就是这种态度 可是 这些孩子 他现在去工作 依台湾的法律来讲 对他们其实并没有保障 没有啊 他们只能去打黑工 对 那如果受伤的话 可能造成终身的伤害 嗯 而求助我们 很多 再来呢 这个年纪能找到什么工作 一定是租队友啊 就去当厕所 诈骗 对啦 还有就是做基层的 就是你讲的是非法的啦 你愿意做这些基层 我都 很有贩毒耶 对啊 所以我一直说 你觉得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他能做什么 他很可能 他就被带去 尤其是网路这么发达 可能就 哎 什么什么说 我们就遇过啊 就是 去送个香烟 送一趟就五百块 对 有什么工作 是送一个香烟 可以赚五百块 运毒 类似的 对 或是说去领个钱 对啊 一千块 两千块 对啊 然后一零零 然后你跟他讲说 你跟他讲说 这个犯法耶 你不知道哦 有吗 不是拿给他而已吗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你与劣是什么 我怎么知道 事与那么严重 对 啊你 你用膝盖想 不会说 然后以前对我很好啊 我怎么知道 他会这样 哇你学到好笑 他们都这样啊 可是 可是他 那吕哥之前他这样也没有事啊 呃 吕哥有被判刑呢 嗯 可是他们说 没关系 我也成年啊 他们说一下子 没关系 就说对不起啊 对啊 哦 嗯 类似这样啊 所以就 怎么办 你要把他拉出组织来 就很辛苦啊 你要 可是你要想哦 这些组织其实给他某种程度的温暖啊 对 就是 我没饭吃的时候 他给我饭吃啊 然后我没有地方住的时候 我没有地方住的时候 他给我地方住啊 对我刚刚讲 镇头是不是也类似这样的概念 呃 有些镇头像九天那种 他也真的蛮好的 他们就是把这个镇头比较艺术化 民俗表演 对 他们有试着努力去 去扭转那个刻板影响 就是 小朋友他其实青少年很需要 陪伴 是 真的 对 归属感 对 没错 但是这个社会 告诉你 你没有成绩 滚 对啊 你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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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缘人 你就是 你就是 鱼蛇 对 对 然后甚至于你 给他机会都没有 就是说 如果你家里经济状况比较好 父母比较愿意 哦 他可能比较不会变 变坏 可是有些孩子是 他有生存迫切的危机 就是说 父母也不管他 也不给他钱 其实 有时候父母是 他自己 能力都没有 他没办法给他钱 他等下自己去生钱的时候 那怎么办 嗯 那这些孩子怎么去生钱 嗯 比较乖的 哦 我去打零工 去洗大体 去什么之类的 可是 很 这个社会 因为网路的关系 很容易 他可能就又走偏了 那最 最遗憾的就是说 他在一个 懵懵懂懂的状况之下 做了一个 做错的事情 他要用后面 一辈子的时间 来偿还 他前面这个错 对 这是一个最让人觉得 很遗憾的事情 甚至说 进感化 感化藏手之后 没错 等于是补习班 越学越多 对对 进修 进修 我们讲说是进修 进去进修之后 本来你只会贩毒 现在学会了诈骗 本来只会诈骗 学会了吸毒 对啊 何必去找中盘商 我带你去找大盘商 直接进货 赚比较多 出来之后 一样有问题 对啊 所以其实 这个部分是你在 你觉得现在 最大的问题是 家庭跟社会的 这个定位跟冷漠 对 我们从来不去看中 没有去愿意去投注这一块 对 没有投注资源啦 就是投注资源在 青少年这一块 我们现在投注的资源 很多都是在 老人 老人 老人跟小孩 小孩可爱 老人有选票 对 老人 我们觉得老人 没有谋生能力 然后青少年 我们这一块 似乎是 这块拼图 少了点 可是我如果 我们都回头过来讲 KPI 其实你投资这些青少年 是最有成效的 对 他们以后会是 我们社会的中间 对 他是我们社会的资产 而不是社会的负债 我们一定要做这一块 我常讲 我说你 你不要觉得 你顾好你的小孩就好了 因为你不顾好 别人的小孩的话 以后他们的小孩 长大会来砍你的小孩 或者是 我的小孩都是 别人带坏的 对啊 就类似这样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一块青少年 目前来讲 其实因为要花最多心力 也最累 所以很多人 他对这一块反而是比较 对 因为看不到成效 好吧 那待会我们来讨论一下 你的一些经验 我一定要激发 现在还没激发你的野性 休息一下 我们广告回来 继续来跟索菲亚讨论 欢迎回到 98新闻台 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索菲亚 那我们前半段 聊了一下 基金会的一些运作 那我们后来聊了青少年 那我 我现在要来继续聊的 节目剩9分钟而已 我要想要了解的 就是说 你觉得在你接触一些青少年 他们是不是大部分 都有一些 一个团体 不管他是帮派或是什么 是不是他们最后面会去 当你介入辅导的时候 他们通常是有一个团体的 也看情况 有些 有些忠措生的话 不一定 他们有些会有加入 就是加入什么堂口或什么之类的 有些可能只是游荡 偶尔这样子 那像这种情况 你为了把他拉出来 你会去跟大哥谈判吗 我知道有些社工会 你会吗 我要问你啊 我自己哦 其实 我以前很白白啦 曾经有一个帮坏大哥 然后他应该讲他女朋友啦 然后就跟我说 你觉得我要怎么样 才可以帮助你 那个就是 反正他知道 我在做一些事情之后 好像有点被感动到 他就问我说 那你觉得我有做什么事情 你觉得我要怎么帮你这样子 然后我就很白目跟他讲 解散帮派 然后呢 就很冷啊 他就真的解散了吗 哪有 可是我跟你讲 派人我们团队啦 就是前几年 那个帮派那个时候 后来也是因为砍人 然后后来他就逃到中国大陆去 好像现在也过世 OK 那你到底有没有跟大哥谈判 没有到谈判啊 比如说这个小孩子 你跟他碰他啊 我知道有些社工友啦 但是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个人没有 有些社工友他怎么跟对方谈啊 没有啊 就是跟他解释说 就是说 呃 让这小孩子回来练习啊 OK 类似这样子 好 让那小孩子 那通常大哥就你的了解 嗯 那些所谓的大哥会放冷吗 其实 就有的时候就说 你看小孩啊 看小孩要回去啊 小孩要回去就好了 对 对其实有些也是也是有有还不错的啊 像包含说像我说新北物资中心啊 对 我在经营的时候 我记得去年就曾经我突然看到一台车 我正要走出门的时候 一台车开上来七楼 然后呢一下然后门一打开来 然后四个壮汉下来 哎呀四个 应该是四个壮汉就下来了 穿西装戴墨镜那种吗 还是正常那种 都是穿黑的 不知道为什么黑社会都要穿黑的 但是他们又有穿那个什么 穿那个 穿那个夹脚拖也有啊 这样子 然后砰 就是那个车门一关这样子 然后我在门口想说 哇怎么办怎么办 那个 我手边没有那个警民连线的按钮啊 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我们都很怕那个相对人 就是那种家暴的那种 来寻仇 或者什么之类的 然后想说我不知道要拦谁 然后 然后不知道拦哪一个 然后就有一个带头的 你看起来就是大哥啦 就是年纪比较大那种 然后穿那个花花的衬衫这样子 然后就 就是嚼着槟榔 然后就这样看 家里心吼 这样子 对 然后我想说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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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 我就冲过去 然后我就挡住大门口 然后 你还真这样挡 对我就这样挡着 我说 哎 不要过啊 没有我说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说 有好鬼叔 让好好好 这样子 我真的怕 因为我们都有妇女在里面 工作 然后警民连线按钮在里面 你知道我人又刚好在外面 我说 拜托 我们有个好话说 请问你来这里有余优秀 什么事 你说 然后就说 我要捡物资 哎呦 捡物资 我就 哦 以前说 哎 来这里来盗三天 来盗拨 后来那三个 另外那三个就帮大哥 他捐了什么 他捐了什么 沙拉油啦 哎呦 豆油啦 鹽啦 米啦 那有的没的 我说 你怎么知道我都缺这个 他就讲说 有啊 我 我 昨日有家庭的来问 你就说 你缺这个豆油 缺这个沙拉油 我就不吃了 我说 这样哦 我说 他说 我本来是家庭的 问你 他说 那个 弱势的 是对一间 我直接给他送去啦 他就不要跟我说 子祭 叫我送来吃 我不才送来吃 我说 大 你钱这样 这种企業 对一间 弱势家庭 敢给你开门 对啊 当作来脱销的 对啊 想说 我老公可能往后 抗销 糟糕 你现在来脱销 对啊 对啊 哎 问题是 他后来有持续捐吗 有耶 真的有 好善良 对啊 他还有捐钱 然后我就说 对啊 对啊 我说 你真的 他到底做什么 他做什么行业的 我是不好意思的问啊 他就跟我说 啊 有贪钱啦 就多减了拿出来 你怎么会 是送鸟还是 我觉得 我也不好意思 你下次问他嘛 好 他如果下日本了 还有来的时候 你要问他说 对啊 但是 真感谢你 但是 派罗也是不充气了 我是不知道 是用 那个 哭啬啦 因为 他不是 自己本人常常来 他有时候就是 小弟送过来 这样子 OK 所以基本上 其实 我觉得各一 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啦 但是 我觉得 如果就青少年 这一块 这些大哥们 他们是不是 在你看起来 呃 就是利用他们 是居多的 哎 在这个吃铜吃铁的社会 真的很难讲啊 那 那你觉得 我们社会上 能够做什么事情 我们社会上就是 我只是要五分钟可以让你 告诉大家 我希望我们这个社会是让这些青少年是有选择的 有选择 我也一直希望是这样 因为 家庭不温暖 学校排斥他 假设就是他可能有些前科啊或闹事 学校他也呆得很痛苦 他中错之后 我问你社会上有哪里可以让他走 嗯 所以我是希望让他们可以有一个选择 就譬如 那怎么做呢 这你讲的太抽象了 我意思说 怎么具体的 对 我们社会大众能做什么事 嗯 但第一个改变观念啦 不要讲万般接下评 唯有读书刀 这绝对不行 像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本身 透过棒球 透过运动 我得到很多的自信心 我更注重我的健康 对 然后我愿意更花力气在上学念书 得到学悦的成就 我觉得这运动 可以带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现在就等你捐钱 给我做一个青少年的陪力中心 好啦好啦 就是透过运动 来帮助这些青少年干嘛 发泄情绪 嗯 发泄情绪 发泄他们多余的精力 然后透过运动 让他们充实健康的生活 你知道我们有些孩子 十二三岁就吃槟榔抽烟 甚至于喝酒 为什么 麻痹 麻痹自己啊 他不开心不快乐 对啊 喝的比较好睡 这样子 喝的比较好睡 对啊 喝的比较好睡 对啊 然后还有就是做一个职业的探索 嗯 职业探索就是说 呃 有些职业可以让他去见习或实习 然后让他找找找的到 他可以定下的行业 这要钱吗 对不对 那当然啦 就等你啦 又来 好啦 我已经 你今天根本来这个节目 都推坑给我 一直叫我捐物资捐钱 这个 这个没有问题 我现在是希望你告诉其他人 是 我们两个已经有默契了 这没问题 我现在是要你告诉其他人 是 他们能做什么 嗯 我觉得呃 我个人来讲的话就是 如果你有关心的族群 族群 嗯 你或许像我们刚刚讲的富幼青少年 你可能没感觉 你可能对老人啊 或是什么失智啊 或什么 就不同的族群 你如果关心他们 我也希望你可以花一点时间 在网路上可以搜寻一下 有这个相关的社福单位 然后他们需要什么 如果再更简单一点的 你一天省五块钱 一个月一百五十块 或三百块的小 定期定额的小额赞助 赞助给我们这些社福团体 让我们至少有一个基本的收入 你知道我们要付薪水 付房租等等 对 然后可以让我们运作 这样子 然后 然后像青少年这一块 然后消费的部分 嗯 就是钱 没有 譬如说平常消费的时候 像有些公益团体 包含我们立新 会推出一些公益的 譬如说喜安儿饼干啊 肥皂啊 或者是我们最近在卖年菜 在卖饮料 你就是尽量在消费的时候 尽量选择这些绿色的 还有公益的 你一样买 你就买有公益成分的 对 反正你平常就要烧 当然是好吃啊 听说你也会自己做 那当然 对啊 那你说对于这些青少年的话 我觉得其实都一样啦 就是说 如果你家里有小孩 或包含你自己 我们也欢迎来当志工 嗯 去志工 就是说去体验一下 体验一下 跟谁报名 也跟你报名 都可以啊 看你就是说关怀 就是你找到哪一个机构都可以 对 第一个是你关怀的族群 就比方说像李律师他原本想帮助游民啊 他就从晚上七点被我笑到晚上十点啊 就是 你是心态啊 就是你要找到你 游民也很重要啊 当然很重要啊 青少年很重要 你看你自己的脸书 你平常关心的是青少年 对他有爱啊 对所以我找你社区的 然后找你关爱的那个族群 这样让你持续的 你一个月拨一天的时间来做公益 或拨一个月 一个月拨一天的所得 来帮助他们 OK 好的 我们希望这个社会不再是 弱势来照顾极弱势 嗯 我好喜欢你那句话 就是那个 敬平协助赤平 真的 不要这样 好不好 真的 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助这个社会 才会有 今天不是说教 今天只是讲真的 因为一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越大 对你原本稳定的生活 一定会造成影响 不要以为这些东西 你看不到就没事 好 那我们今天谢谢索菲亚 我下次再来邀请她来 继续来讲我们别的话题 你的心疏 我们下次来聊 OK 谢谢各位 拜拜